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周四观众跟粉丝们 掃描QR Code订阅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的订阅已经突破34万人 这个周末 170万香港人走上维多利亚公园 170万人的香港怒吼 影响了国际的局势 川习两人决战香港 川普把贸易战跟香港摆在一起 实际上跟这一个中南海 习大大来讲 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压力 也因为川习两人决战香港 同时也影响到台湾的政治路线 跟选战的攻防 包含了郭柯王 这个周末本来桃园三结议也破局了 而且更妙的是 柯文哲跟陈衍明翻脸 现在看起来陈衍明的心欢旧爱 很有可能在2020对决 以今天出来最新的民调数字来讲 放言的民调数字 一对一 那蔡英文领先韩国瑜 但是如果三足鼎立的话 各有消长 包括今天苹果日报 周周追民调 一样追 如果是这个柯文哲搭配郭台铭 或者是郭台铭搭配柯文哲 事实上在三国大战当中胜负难料 不过胜负难料的结构背后 有翻脸背后的政治效应 而政治效应背后 有多少部分人这故事 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 今天现场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 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是姚和珍 大家好 再是佩芬姐 大家好 再是许清皇 大家好 再是黄世聪 大家好 再是黄创夏 大家好 我刚刚讲 这个柯文哲跟陈衍明的翻脸 据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无色觉醒的十大主张 那柯文哲本人不愿意背书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所以蔡董市长到底要你说的什么 她也是中天的 所以蔡董市长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答 没有是这样 她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我也记不清楚了 蔡董市长到底你说什么 你最后再问 蔡董毕如姐 蔡董毕如姐现在确定是不分虛的第一个吗 你们作为红媒 又不是我跟你贴标签的 你喜欢 然后你喜欢我就每天贴你 我跟你讲 你被贴上红媒 这是我跟你贴的 拜托 这是全国认证的嘛 对不对 那我要问 等一下我要问 蔡董你还记得我们要有个问题啊 打迷糊仗是说自己不清楚就可以打迷糊仗了吗 指控不是要有依据吗 市长你的良心呢 市长第第六天了 你准备好蔡董市长 就是要你讲的什么 我先问 你有没有奖金 我没有奖金 我没有奖金 你怎么没有依据在节目上说 我有拿奖金 有奖金我再跟你讲 旺董特别发一天声明给你 你看了之后 你觉得有什么需要回应的吗 第一点我没有看 我刚才也是在上面再想一个问题 人家说富而好利 就是说在一个文明社会的人里 文明社会里面有钱人要知书达理 媒体也不能搞成 简直就是那种 政治的宣传机构 这就太过分了 媒体有它作为社会地势权的格调 所以如果变成是一种 把媒体当作展现个人权利的一个工具 你听话我就捧你 你不听话就K你 如果余据一终你知道哦 这个时候有之 一定痛哭流涕 重点还不是你讲什么或你做什么 而是我觉得你讲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好问一下亲王 蔡衍民政治上的旧爱跟新欢 一个是柯文哲 一个是韩国瑜 那现在看起来就爱柯文哲跟他是直接杠上 对没错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另外一种的柯旺对决 柯旺对决的状况呢 就是柯文哲跟这个旺中的蔡衍民 那是他们这几天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已经有新的剧情的进展 是什么进展呢 就是那个柯文哲被媒体问到的时候 他有讲就是说 他跟蔡衍民之间就是他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话讲 那所以媒体就会去追 那你到底是没有按照蔡衍民的哪句话讲 那结果柯文哲当时第一时间他是选择 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 但是他后来在节目上他自己去讲说 他就是没有按照蔡衍民在之前所讲的 无色觉醒的十大主张讲 那这个无色觉醒呢 是蔡衍民之前呢 他曾经提出来就是说要超越蓝绿 所以呢他当时在他们这个 寒天集团的节目上面呢 还都会标榜说哪些人是无党籍 然后叫无党无派 所以他把它变成叫无色觉醒 可是问题在于说 台湾人看到无色觉醒的第一个主张的时候 很明显的不会认为什么呢 不会认为这叫无色啦 他的第一句话叫做什么 叫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然后呢是希望两岸和平发展 那么当然这句话呢 柯文哲说他不愿意按照他的话讲 可是对蔡衍民来说呢 他之前也追问了柯文哲好几天 还用他旗下的寒天时报 在骂这个柯文哲 包括骂他卖友求荣 类似像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之间对杠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然后到后来柯文哲讲出来 他为了这无色觉醒的十大主张 他不愿意背书了之后呢 然后呢这个蔡衍民当然就继续开炮 那蔡衍民这次开炮炮得更重哦 引起网路上的普遍的讨论是 蔡衍民就直接讲 那要柯文哲讲清楚 讲清楚蔡衍民柯文哲跟国台办之间什么关系 那这里面卡了一个关键字叫国台办 那一卡进去之后呢 很多人就会去联想 那是不是柯文哲之前有什么事情 是拜托蔡衍民去找国台办去做处理 他引起的想象空间就更大 那么这个开炮完了之后呢 那个记者当然就继续去追问柯文哲 然后呢柯文哲的讲法是说 说什么呢 说媒体可以有立场 但你不能搞成政治宣传机构啊 然后同时他又补呛了一句话 如果余记忠死后有之的话 一定会痛哭流涕 这余记忠是谁 是中国时报的创办人耶 他意思就是说蔡衍民现在的搞法呢 如果中国时报的创办人死后有之的话 一定会痛哭流涕 然后记者再进一步给柯文哲看了 就是蔡衍民方面的讲了一些话了之后呢 柯文哲又再补了一句 那这样他会哭得更惨 所以前面痛哭流涕 后面哭得更惨 他等于说跟蔡衍民之间对杠的状况呢 已经杠到了一个我们说 无以复加的程度 但问题是在这里面 蔡衍民很显然是对柯文哲非常的不满 可是柯文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柯文哲这么做 当然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在这郭柯王的联盟里面 他这样的做法是 第一个把这社会的反红媒的气氛呢 看这个民意跟他们之间可不可以做结合 第二个是对于旺中这一个很明显的被当作反红媒的这个对抗里面 你会发现柯文哲自己讲哦 说这个旺中集团的红媒标签 也不是我贴上去的 是社会认证的 这社会认证四个字 再透过柯文哲认证结合在一起之后呢 就把旺中的红媒两个字贴得更深 但是他另外一个用意是 所以红媒这件事情 跟郭柯王联盟之间 不但是一刀切开没有关系 而且我们跟红媒还是对立的哦 这个政治的宣誓就比较大 就表示说过去因为 很多人讲到郭台铭的时候 会很自然的想到郭台铭在中国资产 那他等于是透过这方式告诉你说 这个郭董跟郭董的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跟红媒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就不要把我们跟红媒 还有所谓的中共政治宣传工具 画上等号 所以你也不要担心郭董以后 对中国之间会不会听他的话怎么样 郭董还是关心香港人的 郭董还是关心什么呢 关心中美贸易大战的 那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是不是能达到柯文哲的预期效果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 但是至少现在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至少在这礼拜的苹果民调里面 看到郭柯王的这个组合 应该说郭柯的组合 在他民调里面 其实在三个排列里面 他还是有优势的 但是在里面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效应是什么呢 这个优势可能是建立于 对韩国瑜的一些不满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韩国瑜跟蔡英文在民调里面 几份不同的民调差距都开始在拉开 所以像今天我看到放言委托山水座的民调 两个之间一对一的 蔡英文跟韩国瑜的对决 大概拉开到6%左右 那这6%已经是超过误差范围了 所以表示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在拉开 而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说 这个是民进党还没有很明显出手的情况之下 是国民党内很多人不断对 韩国瑜开炮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差距再拉开了 那未来这情况不会更明显 我觉得就很值得观察 但是放言所做的民调 如果一对一是蔡英文领先韩国瑜 但是如果是柯泽投入选战 郭台铭没有投入的话 那韩国瑜相对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 那如果是郭台铭投入选战的话 蔡英文有领先优势 所以郭柯到底要不要合 或者是单独一人投入选战 那个状况跟结果跟剧本可能都不一样 差非常大 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我们讲了 因为两方一方面国民党是韩国瑜 那民进党是蔡英文 但重点是第三方是谁出来就影响很大 第三方如果是柯文哲出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柯文哲会比较明显的拉到偏绿的选票 也就是他在绿营的支持者呢 还是会拉一些人来投给他 但如果不是柯文哲变成是郭台铭这个选项的话呢 他反而拉到的是蓝营的支持者多 然后呢本来柯文哲的一些支持者呢 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 他会回流到蔡英文身上 所以就变成说是由郭出来主导 跟是柯出来主导这个选举呢 结果会不一样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是 柯选的几率还是比较低 柯选几率还是比较高 所以对国民党来说 为什么现在这么焦虑 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很明显的 实质分裂的危机 那我问一下创下 事实上这个柯文哲跟蔡英明两人互杠 在网路上也是发酵的 那蔡英明的新欢跟旧爱 对年轻世代天然独世代 或者是馆长的馆粉世代来讲 都是相对亲中 而且相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馆长今天会出来讲 在直播里面讲 原来认为柯文哲是100分 现在看到柯文哲不到60分 然后柯文哲的粉丝退团 退战的已经有18万人了 其实就对柯文哲 这个态度是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无色觉醒 那10点会有意见呢 那个意见在哪里 第一个就讲的就是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这个在台湾恐怕很多人 是无法接受的 而第二条里面 其实也是大有问题的 台湾人很难接受的 要帮助台湾人认识共产党 然后认识共产党 本来就应该嘛 我们现在不就在认识共产党 在香港的作为吗 竟有香港跟香港人 我们确实认识了 一定程度的共产党 可是这个无色觉醒的 十大主张后面的话 不是这样讲啊 是达到两岸人民 心灵气和 震惊荣一 哇那不就是一国一制了吗 当然就是跟人解释嘛 所以这样一个状况 柯文哲呢 现在开始 他知道不能再接受了 可是呢 这有趣的是说 那过去好几个月 过去一年多 他怎么都没有讲话呢 到了六月的时候 而且他跟他有十多次的会晤跟吃饭 对 柯文哲当市长四年 到现在为止 第四年不到半年 好 那四年如果我贪十五次 或十六次吃饭的话 是平均一年四次 那是平均一季一次 是平均两三个月吃一次饭 请问柯文哲最常吃饭的媒体大亨是谁 是不是真的是蔡衍明 应该看起来是很频繁嘛 不然柯文哲你跟王雪红这么常吃饭吗 还是其他的媒体大亨 其他的电报纸都没有这么多啊 就我知道其他媒体大亨 尤其是cable媒体大亨 小媒体不算哦 那网路小媒体不算我认知定义的媒体大亨 我讲的是大电视台或者是大报社 我不相信他跟联合报王家 也吃饭吃到这么频繁 现在看起来他吃饭最频繁的大老板 显然是蔡衍明 是蔡衍明 而且你要知道说他的两岸小组还做一次改组 还把那个望中集团的副董事长胡志强 请了进去去领导 所以他其实那段时间 真的呢 就是整个蔡衍明的旧爱 但是从去年八月九月之后呢 新欢已经出现了 那柯文哲呢就已经是慢慢的没有 但他现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又要突然的开始对蔡衍明呢 开始不断的划心界线 因为他这时候希望取得另外一个人的新欢 首付这样的首付嘛 对不对 他上个礼拜呢话太多了 郭王之间有点意见 那郭王之间呢 显然现在呢叫做 动物星球有个频道 叫做管教恶猫 所以就要管教恶猫 对不对 所以这狮子其实是一个恶猫 太调皮了 串上串下 要给他管教 所以他要表现他的 我这只猫已经乖了 那乖的话呢 那个新的首付 新欢的对象 他最讨厌的是谁 就是蔡衍明嘛 所以他今天就是要证明给 那个新欢说 你看我跟旺中 也是要区分的 我跟旺中 我已经觉悟了 我已经醒过来了 所以这个翻演的过程中 其实还是跟这个总统大局有关 而且呢 郭王之间呢 在管教恶猫 对不对 不管你是老虎和狐狸 管教恶猫 他们有他们的手法 所以恶猫就已经变乖了 就要开始把他切分 说过去的主人 我不会再回家 你知道猫是跑来跑去的 有时候会跑回老家 有时候跑回新家的 是不太忠诚的 所以被管教一下 可是这里面管教 就出现了一个状况 韩国瑜呢 其实就更焦虑了 因为这个东西 郭台铭按兵不动 虽然郭粉有点焦躁 甚至觉得说 已经快忍受不住了 一个多月 你郭台铭都不讲话 到底要选不选 他们很焦躁 可是民调里面出来了 除了这个放言的 这个民调里面 蔡英文是赢过 百分之六 录影的时候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最新的继续出来 韩国瑜第五周持续下滑 韩国瑜从上个礼拜 三十五点四 这周还掉到三十四点二 而蔡英文从三十八点二 刚刚上个礼拜 跟韩国瑜还在误差范围内 蔡英文还继续串升 串升到四十二 所以这个里面的领先 但是他只公布 他们也不公布三卡都的 而这里面更有趣的是 韩国瑜根本都被冻掉 什么叫根本冻掉 韩国瑜就是长青俱乐部 他有那个长青俱乐部 没想到长青俱乐部里面 五十岁以上的 他英文增加了百分之五 而韩国瑜掉了百分之五 所以现在其实五十岁以上的 本来是韩国瑜的铁粉 都开始流失了 立刻去呼应到 上个礼拜的品观点民调 韩粉掉了百分之九 所以韩国瑜现在呢 是继续往下 但是韩国瑜呢 这个时候又没有能力 也没有机会 可以跟葛文哲一样说 旧爱新欢我就选了一下 所以韩国瑜就没办法出来 讲说他到底有没有接受 所谓的那个无色觉醒十大主张 他到底跟望中旗团吃了几次饭 韩国瑜还没解释 可是韩国瑜今天为了救民调 各种动作也都做出来了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呢 也急了 急在哪里呢 他今天呢 中英文证明他的文力有多好 中英文出来说 支持感谢川普 卖给我们F16V 他说显然我觉得国台办 一定要对他有点意见 有点话了 而为什么韩国瑜会出来他又找了一个国政顾问团 108个站出来 站盛政啊 大家一看之后呢 汪浩大哥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语 叫做没有马英九的马正 这些人全部都是马英九时代的马政府 就是马英九没在领航 然后这些官员到底行不行呢 这100多个呢 我很快的想到2014年的时候 连胜文在9月24号也公布还108好汉 也叫做市政顾问团 也是这排人啊 李鸿源啊 就是这群人啊 结果连胜文也是惨败 所以今天如果说拿出来 然后又何解韩国瑜呢 一直没解释一件事情 他前面一直骂 你马英九时代 鬼混了20年 而这鬼混的就是 这一群没有马英九时代的马政府 就是他们干的事情 韩国瑜现在把它拿成宝 然后还请他们写个中英文的一个对照 然后甚至也 但是他们对韩国瑜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事实上8月2号的时候 那时候佩芬姐也知道 本来他们就想要去美国 还发了海报 最后美国不理他 所以他们那个取消 然后前一个月开始 就是透过这批人 积极的在这个礼拜三 金华饭店 下午中午12点 一桌主桌一个人 门票一万四千块 那个美销商会 终于请韩国瑜吃饭了 所以韩国瑜要证明 美国听我的 然后就赶快讲说 AIT也说你可以去美国 所以韩国瑜现在也是积极的 在这样一个变局之中 想要去突围 想要去证明说 美国人还是支持他的 他后面是有一百零八条好汉 虽然是马英九时代的人 可是到底能不能有用 就看郭台明 看柯文哲 训猫训到什么程度 那我问你 这个周末看到 吴韩两人会 然后这个媒体追踪说 吴郭可能未来一周也会会 那吴敦立现在管得住 整个南军 而且可以整合的出来吗 吴敦立现在连卢秀燕和侯友宜 都管不住了 还去管到郭台明 他原因是什么 我们还是回到那民调里面去 在大台北北部 侯友宜说他要以大体为重 大体是新北市民四百万人 四百万人 那意思就是说不以韩国瑜为重 对的 韩国瑜不重要 因为是在整个北陆地方 郭台明的领先程度 高于韩国瑜 在中部地方 虽然那几个地方派系 还专程到南部去 韩国瑜还跟他们喝酒喝了七十分钟 可是连中台湾公布出来 还是郭台明 柯文哲 王金平的组合 高于韩国瑜 在中部的组合 所以卢秀燕跟侯友宜 只要挺韩国瑜 本人也可能受伤 会受到伤 所以范南他那个 会受伤 搞不好他们也会变成一任市长 这边提醒一下 侯友宜自己在新北的支持度 比韩国瑜高 你如果是侯友宜 你这侯友宜为什么要签 为什么要为了韩国瑜 然后影响到自己的政治支持度呢 真的没必要 而且他的老板 到了美国之后就突然觉醒了 就朱立伦 到了美国是不是因为跟CIA聊过了 因为好久没跟CIA聊天了 聊天之后就出来讲 反送中应该成为国民党的核心政策 那反送中从六月九号 反到今天八月十九号 都超过两个月了 他们终于有反应了 那是朱立伦都有反应了 那是CIA大概终于跟朱立伦见到面了 所以整个情况其实今年的 从这个礼拜的主题就叫做不入 蓝色的忧郁 韩国瑜要逆拼选举 但是能够翻身吗 不一定 那郭台铭 柯文哲这种虚猫技 要演到什么时候 到底要不要选 其实很多郭粉也非常的焦虑 严重的忧郁症会致命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2020年的选战 现在郭柯王到底会不会转核 上个礼拜 柯文哲放话 但是郭台铭跟王金平对他放鸟 但是同一时间 柯文哲的话 让蔡衍明很不爽 两个人隔空对杠 那是不是实质正式的翻脸呢 尤其是这一次媒体过去只是耳闻传闻 而这一次在蔡衍明跟柯文哲对杠的过程当中 蔡衍明的声明也正式了 这个过去几年 确实跟柯文哲至少参续了十多次 显然两人的关系并非树昧平生 而且曾经恐怕是政治上非常心灵相细的 这对柯文哲来讲 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我对柯P现在的行为 我个人觉得蛮失望 本来他在我心目中是100分 现在已经不到60分 他这几天的表现 尤其是跟蔡衍明的 吃了十几次饭 这个东西 我真的觉得我怎么想 我都没有办法去谅解他这件事情 你根本压根不用去跟这种 亲中 亲共 而且是要统一台湾人在一起 他是一个全台湾 甚至比国民党 里面那些所谓的舔中的人 还要可恶的头号 应该是说现在台湾最大支的 最大支应该要被消灭 应该要被踏伐的人就是他 会在刚看到馆长影响台湾政治 去年的寒流最大的转折点 是馆长跟韩国瑜直播 那馆长现在也是反红媒的头号忘黑 我把它定义成忘黑 因为六月的这一个出的 反红媒的游行 是馆长绕人走上这一个凯道 所以馆长对于 柯泽跟蔡衍明的关系非常不爽 对 我觉得馆长还好他是男生 如果他是女生的话 他屡次世人不明 不知道要被骗几次 因为你就发现说 其实但是事实上馆长 他确实也说出了一部分的一个心声 像我之前也是很挺柯文哲 在市长这个部分 但是你现在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他跟蔡衍明竟然见了十几次面 你不要说是这种数频率 是在一般的媒体大老板里面是很少见 连一般的财团 我相信他都没有这么频繁的见过面 就我所知 他们有跟台作集团见过几次 但是大概一只手数得出来 当时见的主要原因是 希望他们可以帮忙解决大巨蛋案 但后来当然就破局 所以现在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你不管整个集团在中国台湾的投资 或是相关的一个政商的一个实力上 为什么你会跟蔡衍明有这么密切 这么频繁的聚会 那你们聚会的内容到底在讨论什么 那你为什么这么过去 这么多这么久以来 你从来没有去说过这件事 我们一直以为他所谓的 对于中国这一部分 没有采取对立的立场 是因为你认为 就是中国跟美国这部分 不要选边站要走出一条台湾的路 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人会真的认为 你是企图想要超越蓝绿 结果到最后原来你背后有一个人 不断的灌输你这样的想法 虽然你最后说他要我说的 我自己有底线我没有这样说出来 可是是不是也让我们其他 以前曾经挺过你或认同你 所谓超越蓝绿的人想法说 天哪原来你是暗粉红 或其实你是粉红 但是你装得很白 这会让有一些年轻族群的人 会认为说柯文哲 其实你不是我当初在市长任内 所支持的柯文哲 或是在市长的选举之内 所支持的柯文哲 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一次 让我觉得在这一次民调 尤其是苹果日报 明天出来这个民调 比较诡异的就是 他除了连续五周 韩国瑜持续稳定下跌之外 你知道他在7月21号 韩国瑜那时候的民调 他跟蔡英文之间 只有在误差范围之内 是41.5% 然后他的从7月21号 是41.5% 降到现在34.2%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韩国瑜的民调跌了 7个百分点多 那现在蔡英文已经领先 他7.8个百分点 已经是创历史新高 其中除了刚刚创夏哥所讲的 就是在50岁这个族群之外 包括国中初中学历的 还有包括女性的 这部分的支持者 蔡英文都是有超过 5个百分点以上的支持度 换句话说 蔡英文在最近一个月以来 他的支持度是稳定上扬 而韩国瑜是非常明显的 稳定下滑 那这一个月之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就成如 韩国瑜一直以来的 他什么事都没做 那什么事都没做 他被指控酒色才气 然后打麻将的照片出来 这个对于中间选民 经济选民 还是有伤 对 这部分是有伤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情况之下 当这个108个顾问团 站出来的时候 然后大家一直说 我帮韩国瑜这样子 我帮韩国瑜怎么样 大家会突然有一种谎 就是突然就是 有一种觉悟 如果你需要108个人 帮你在这边 做你后面的幕后的话 那我到底选你干嘛 那你到底会什么 你怎么会完全感觉上 自己在任何一个领域 没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在反送中的这个议题上 目前国民党 还呈现一个装死的状态 但是反送中你知道 他在他不断的延烧 到昨天已经有 170万人走上街头 而这170万人走上街头之后 是平安的落幕 没有任何 就是没有爆发的 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但是显见这个反送中的 这个持续性 会打一个持久战 他会不断的延续到 9月10月当他一直往后延烧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蔡英文来讲 是稳定的让他的 整个民调是天才火 你看在目前为止 你说蔡英文在市政上 有很大幅的一些影响性吗 虽然经济上有一些好的数据 但事实上并没有一些大道阔 不让我们觉得耳目一心的作为 但是为什么他民调会稳步上扬 因为反送中的议题 会让越来越多人 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会让大家知道说 一国两制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 会更让大家害怕 韩国瑜你上来之后 是不是代表着 我们未来即将要跟中共 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而下一步是不是一国两制 再下一步就是一国一制 我们大概会更进一步的害怕说 是不是真的金日香港 明日台湾 这个部分会让 比较中间或前蓝前绿的人 会一步一幕一幕 看到香港的状况 然后反思我们这一票 到底要投给谁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 你知道吗 这一次列为108个国阵顾问里面 竟然有一个政大社科院的院长 叫张明修 他跳出来说 我很讶异我自己的名字在上面 他们有告诉我说 希望我可以成为他们国阵 那个顾问团的成员 但我跟他们说 我还要考虑一下 第二天我的名字就出来了 他特别曾经 我不支持韩国瑜的一国两制 所以你就知道说 当他们现在感觉上已经对于 想要招揽各界人才 已经有点不顾你到底愿不愿意 情况之下 你是有名的 你在这个部分有专精有领域的 我就把你纳进来 其实让人家觉得说 其实是真的 如创夏哥所说的 国民党慌了 他们已经陷入一种蓝色 忧郁里面 而这个忧郁的状况会持续下去 还有就是那个郭台铭这个部分 你知道郭台铭跟柯文哲 这个部分的民调 其实也在慢慢往下 当他们的歹性脱棚 脱越久的情况之下 其实人民会不耐的 会觉得你现在到底是没什么 要算不算一句话而已 一个男人说话 三个男人一句话说不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如果脱下去 我觉得郭台铭说实在有 你也不用再出来选了 好佩芬姐姐 国民党内现在是什么状况 其实国民党里面现在是 坦白说啦 还搞不清楚状况 但是就是说 其实坦白说 我常常说就是说 从2000年开始 1996年开始民选以后 每一次选举都乱一场 但是从来没有今年这么乱 那然后 当然传闻很多 可是如果今天郭台铭跟王金平 他们还要妄想说 要等着换韩国瑜的话 那是百分之百的妄想 因为就算 就算今天不会换韩国瑜 韩国瑜最后选不下来 就像洪秀说的 他自己退下来 也轮不到王金平跟郭台铭 那会轮到谁 吴敦毅 好 其实 有道理啊 因为党中央是吴敦毅的 而且不止这样子 因为吴敦毅老早就说了 请大家国民党这些大咖们 下去为韩国瑜辩护 因为他不是外人 换句话说他是自己人 那谁是外人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党主席 谁是外人 他的外人可能就是郭台铭 朱立伦 王金平 还有被开除党籍的 杨秋新 敖伯胜 那这些是后面的 但是真的选举的 这几个就是外人 好 那如果说这些是外人 而且你们现在只要对韩国瑜讲话 讲得不好的话 统统退党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中常委门 我说的阿玛阿狗的中常委门 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 拥护党中央 巩固领导中心 所以吴敦毅他也讲过 他说民调低不一定 不一定选不上 因为当初韩国瑜民调也很低 最后高票当选 所以到时候就会 拥护领导中心的话 吴敦毅就是党主席 因为传统国民党是党主席 就是总统候选人 那我问你 上个礼拜 这个酒色财气的各种 黑资料黑风暴 显然从民调的攻防上面 是有伤害跟影响到韩国瑜 那你上个礼拜媒体 追踪曝光说 佩芬姐姐 你也看过韩国瑜 吃喝玩乐的画面 就是影像跟这个照片 所以未来的将近四五个月的 政治攻防里头 可能类似这样的资讯 还会一波接着一波被丢出来吗 还不止 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那个1997年 1997年 他们那个立法委员的名册 那些立法委员们 现在都还健在 OK 所以都可以当人证 对 就是说陈宏昌呛吓说韩国瑜来告我 然后我们来进法院 然后来传证人 那陈宏昌跟韩国瑜 当时可能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或者同事 或者搞不好是吃喝玩乐的伴 不止 因为韩国瑜那时候年轻嘛 三十几岁 然后是党团的干部 然后国民党的党团负责各种东西 韩国瑜是党团干部 他负责的工作就是 跟这些立法委员 去招待他们去吃喝玩乐 那同时呢 所以他是党团康乐鼓掌 对 所以为什么他们骂他是福利委员会的主委 那然后呢 所以讲他是福利委会是有梗的 还是有根据的 那然后他除了跟他们之外 还有一个他的工作就是联系这个地方派系 所以这些人跟他也其实有交情 好 那去吃喝玩乐 国民党有钱嘛 那个时候是真的有钱 但是除了那个钱之外 陈鸿昌家族 三重邦是有钱的大咖 对 所以常常会出钱出力 你知道他们家出钱出力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们家就 林谢涵健 就是他的妈妈族 那个时候有个叫谢龙胜 对 国大代表 对 他是国大代表的党团总招 你知道那个时候为了修 李登会为了修宪 那修宪的话 要买通这些所有的国大代表 不爽的 就说要贷款给你们 一人贷五百万 没有收据 就是在那个谢龙胜 自己的部子里面 那就变成每个人的零用钱了 对 那结果这个零用钱 还有结果要听 有一天突然间谢龙胜中风 昏迷躺到医院 然后这群有借到五百万的人 就跑到医院去探视 然后医生说这个 他大概醒不过来 真好 那可以赖胀吗 对 然后从此五百万也不用还 所以换句话说 陈鸿昌在当时 替国民党出钱出力 所以很多汤 他是出钱出力 所以他找了一堆巴巴桑 欧巴桑出来说 要等着作证 所以换句话说 当时的国民党的立委 包括曾永泉 郝龙斌 通通都是王金平 然后民进党 包括苏贞昌 苏家权 柯建民 通通都是当时的立委 所以要知道 他干了些什么 很容易 那你说吴敦毅 有没有耳闻 当然有耳闻 所以你说当初 如果没有郭台铭 搅局的话 韩国瑜选不上 就是选不下去 吴敦毅 当然就会让他退了 然后自己就上来 只是郭台铭 自己出来搅局 这就是为什么 我想主持人 有访问过郭台铭 吴敦毅 很不喜欢郭台铭 从来根本跟他不搭嘎 都是跟曾永泉联系 所以吴郭会 有没有机会 我可以告诉大家 目前是没有机会 然后他派郝龙斌 郝龙斌是乖宝宝 长大的 那种军人子弟 说一就四一 说二就是二 郭台铭是跟他 大概就是官场 那个就是说官话吧 应对 那郝龙斌就以为说 就没问题 这个礼拜就可以安排出来 门都没有 你觉得吴郭会 门都没有 我觉得现在 9月17号以后 郭台铭怎么拉得下脸 去见吴敦毅 对 因为我上次讲 他敲锣打鼓 全世界都知道 他要选总统 连川普都知道要选 然后他被国民党 整了这一招以后 你觉得他会 你也觉得是国民党整他 难道不是吗 你这样会被开除党籍吗 事实上 真正退出的就是王金平 然后他说他要用手机民调 结果没有 然后其他另外一个候选人 拿了一张什么公约要他签 你知道吗 那个只是参选人之一 他有什么资格拿公约出来 要不然就党主席 要不然就秘书长 所以很多东西 他所有 另外就是说 他说如果第一名出来 出现的如果选不下去 后面都补上去 也被否决 所以他所有提出来的案子 八个案子全部被否决 因为吴敦一 他只有拿钱给国民党 党中央不会被否决 但是他的意见 通通都会被否决 只有钱 对 就让他选五百万 让他选 让他撒哩呱唧的去选 那郭台铭也许45年来 经营事业很有成 台湾首富 可是他对政治 特别是国民党类的 这种游戏规则 没有概念 所以他当然是被国民党玩掉 好 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2020这场选战很混乱 这个周末香港170万人怒吼 然后美中冒陵战 现在跟香港绑在一起 所以未来的发展 恐怕取决穿袭两人 然而在台湾的社会 郭柯王到底会不会整合 郭台铭是主角 柯文哲每天放话 或者每天放炮 最几天当然 这一个炮的是望中集团 那问一下 是从外界在观察 郭台铭的动向 为什么这个周末 传出郭台铭 可能评估考虑不选 应该是说是停看听 也不能说是完全不选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主要就是因为最近的局势 其实有一些变化 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香港的局势 看起来好像两个火车会对撞 你试想 如果刚才慧珍有提到 如果这个反送中议题 一直到明年初 都还没有停止的话 那你觉得谁会当选 我觉得一定 那一定的 那其实郭台铭也没有必要要出来 如果局势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出来搞不好 他胜算也不大 第二个就是说 那如果反送中是中南海让步 我待会会播给观众朋友看 香港民主派真正要的是五个诉求 五个诉求 我简单讲 就是香港人要真普选 然后香港人希望 这两个多月以来的抗争 通通都重宽认定 那不要认定定性成暴动 因为暴动在香港是很重的刑者 那这里头已经被抓七百多个 其中有很多是年轻人跟女孩子 甚至包含许多未成年的 所以香港人 特别是还站出来的这一批 他希望这些被抓的人 可以被重宽认定 这个是香港的诉求 那如果中南海让步呢 所以我才说 这个情况还有变 就是因为就目前为止是这样 如果两个火车对撞 那郭董我觉得他自己也非常清楚 他出来选 即使是一对一 都不见得会赢得了蔡英文 那这样何必要选 第二个就是说 在北戴俄会议之后 看起来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的气氛是比较偏向 好像中国道很硬 但是这个礼拜气氛好像是 中国道又好像比较松 所以我觉得这个气氛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才说 所以川普讲话有用 对所以我才说还在变化之中 就是这个意思 那包括说像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不是说川普不是说 这个礼拜要跟习近平通电话 对那九月的这个可能要继续再谈 所以好像在从上个礼拜的很肃杀 到这个礼拜变得好像有点转环 那就连上个礼拜 就连昨天的这个 这个所谓反送中的游行 好像也是和平落幕 所以大家觉得那种紧张气氛好像又丧失掉 所以我觉得郭董他在看这个气氛 也就是说他在看这个局面 如果是我刚才讲的 反送中运动一直往上扬 那他是我猜他大概是不会出来 因为他出来的时候 明年没有选上的时候 你一定是背很大的责任 无论如何你都是都是那个责任之一 那我何必出来 以郭董这么聪明的 他当然知道这个这个问题在哪里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这一阵子主要是因为柯文哲的关系 柯文哲一直不断的撩锅 因为柯文哲他想要跟这个郭台铭这个合作嘛 对不对 因为现在显然是柯文哲非常的热 他要赶快跟我赶快赶快赶快赶 你的资源赶快进来 问题是郭台铭他当然 他如果在这个时候聪明的话 他要踩踩刹车 让这个主导权回到我自己的手上 是我说的算不是你 柯文哲要我跟你合我就跟你合 那还一还要还什么 他现在要想的是说 如果假设反送中运动没有再往上升上去 那他或许他就有机会赢 对不对 有机会赢的时候 但是他要跟国民党要处理他的关系 所以要怎么处理他跟国民党的关系 等嘛 韩国瑜现在民调在一直往下滑 往下滑的过程中间 你看我郭台铭当初说的 这个第二名你们不采纳 好那现在韩国瑜一直往下滑的时候 国民党怎么办 他也某种程度也在向国民党说 那你现在看你怎么办啊 而且国民党党中央上个礼拜 要求所有人表忠 对 那这个周末侯友宜不表 你要不要开除侯友宜 对啊 说也我才说嘛 对啊侯友宜说大体为重 他不是说国瑜为重啊 侯友宜是大体看太多 对啊 那大体为重没说国瑜为重 党中央要不要开除他党籍 这样算不算说坏话 你看现在很多地方诸侯都出来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他还在看这个风向 如果到最后真的换鱼 没办法换成功的时候 他也可以很明确的跟国民党说 不是我的问题 今天韩国瑜选下去 他真的就会输 那我有这个正当性可以出来 我觉得他也在某种程度 也在行述这样的正当性 但是这个前提是 要我自己出来 而不是柯文哲一直拱我拱我 我才出来 柯文哲如果没有资源的话 假设没有郭台铭出钱的话 玩不下去 不要说玩不下去 柯文哲可以拿出什么卡丝 什么卡丝的人要陪柯文哲 玩立委选举 没错没错 区域跟不分区一样嘛 是 我如果看衰你 我还加入你 然后我的政治生命 或者我的公众大众 这个应得职 被你耗光怎么办 是啊就是这样 那他这样子就会被媒体点名 剩下蔡碧如 还有学姐黄敬莹 就还是他的核心小圈圈 他们现在接触的人 有一群是柯反正奖他们会选 但是有另外一群是怎样的 一定要靠郭跟柯两个都背书 他们才愿意投入就是选举里面 那一定是怎样 否则我干嘛当柯文哲的牺牲打 就假设我是柯文哲的人选 假设他接触谁的话 那我发现你根本没有任何资源 然后你在区域几乎不会有胜算 因为区域非常需要扎根 跟各自的政治地盘 然后你在不分区里头 其实如果你胜算 也可能被压缩的话 那谁要陪他玩 对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柯文哲成立民众党的时候 你看要人没人 要资源没资源 那两个都没有的话 谁愿意参加你 至少我看到郭董来了 有资源啊 对有资源的话 那当然大家就会 就会有意愿嘛 柯文哲搞不好骑虎难下 对他现在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我才说 郭董这一招也是蛮妙 他就先停一停 让你这样子 你这个慢慢拱 那我自己再来想想 目前我的情形 所以现在反而是 柯文哲很急 所以你看他现在跟旺中 讲的话越来越毒辣 对为什么一开始 从一开始这个 开始开炮 现在原子弹都拿出来 所以我 他当然目的是什么 赶快跟郭董 赶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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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郭董我觉得 他还要看香港的局面 还有目前整个国民党的内部 会内乱到什么样的程度 王浩大哥怎么观察 我前一段时间有讲 这个中共对于台湾的局势的布局 当然跟他处理香港问题 和处理中美关系是一体的嘛 那这个 因为习近平一直犯了 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他准备跟美国对干到底 然后强烈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 然后这个要强力在台湾挺韩国瑜 这一条路线 当然在这个八月初 是表现得非常明显 不过最近这个周末 形势开始有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主要在三个地方表现出来 一个就是不断的有媒体传出 所谓中共在北戴河会议上 有大佬 主要包括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 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冒险政策 有很大的批评 特别是在香港问题上 对他要动武的这个可能性 是反对的 那第二 我一直在网络媒体看到 胡锦涛反对解放军强势镇压 就是说胡锦涛是一个 最近一直被丢出来的讯息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跟胡锦涛 本人求证 可是他会被点名 然后会丢出这样的讯息 很有可能他在这一个议题上 他是属于相对和缓的立场 是 这个不光只是说网络媒体 一直有丢出胡锦涛 温家宝这个名字 连中共最激进的《环球时报》 上个星期五 就是两天前也发了一个社论 这社论里面明确说 中共现在还没有决定 要不要在香港实行戒严和派解放军 军事进驻镇压 那这个情况 我认为跟北戴河会议内部 中共有不同的意见 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 而且他昨天 这个川普 上个礼拜的说法是说 如果可以人道解决香港的问题 贸易战才能持续对话 然后今天台北时间凌晨左右 就是等于是礼拜天过凌晨 那香港和平落幕之后 川普发了推特 川普说我们跟中国再度对话 然后talking 可是talking什么我不知道 就是talking的对象是谁 不知道 是比如说川普跟习近平talking 还是莱特希泽跟刘鹤talking 就是说talking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但他讲了talking 意思就是说 双方并不是以读不回 双方是有对话关系 而且这个是在台北时间 今天的凌晨 他发出来的 所以你的判断是 这个周末没有意外的流血 那美中的贸易战可能和缓 可能对话 那这个的和缓 也会影响到香港跟台湾的局势 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是中共在北戴河内部 因为大佬们出来 对习近平做了批评以后 所以中共在对美 对香港的政策方面 做一些策略上的调整 这个调整不光是表现在 这个我刚才提到的 《环球时报》的社论 也表现在昨天香港警察 对于昨天的一百七十万人 上街的这个处理的方式 因为昨天几乎是一整个下午 警察都没有出来阻挡 对 就是甚至有人说警察 香港警察昨天下午突然不见了 你要如果记得过去两个月 警察是冲在前面 天天这个发烟雾弹 到处去这个猛烈镇压 但是昨天突然不见了 那可见他们在策略上 是做了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很大程度上是跟 一个是党内达不成协议有关系 另外一个是跟美国的态度有关系 我觉得美国对中共的警告 是起了作用的 就像我上个星期 那这个作用有哪些影响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2020年台湾的选战 有内部跟外在的变数 那这里头有美中贸易战的攻防 还有香港民主派跟香港港府跟中南海之间的对立跟对决 这个周末170万香港人的怒吼 其实是从中午下午左右 在维多利亚公园是大队接力 然后一批接着一波的集会 那这个汪浩大哥刚刚讲到 你的观察是这个周末 中南海跟香港街头的武警 那整个态度是趋缓的 那个趋缓跟美中贸易战还有对台湾对香港的战略 可能有调整 也包含了北戴河的会议当中 中南海内部并没有绝对的共识有关系 对我的判断是在北戴河会议当中 这个中南海内部 确实对于怎么处理中美关系和处理香港问题 主要是对于怎么处理香港问题 是没有共识那么造成了中共在策略上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比较明显的表现在昨天香港警察 应对昨天的这个170万人上街示威游行的这个过程 还有表现在环球日报我讲的那篇社论 这个上个星期五三天前发的那个社论 也表现在这个香港政府推出了一连串的所谓 经济刺激措施 包括这个小学生中学生9月1号开学 每个人发2500港币 只要你开学去报名上课就发你钱 但是他好像没有给大学生发钱 现在我们还在等着给大学生研究生 只要你去上课给你25000 叫李嘉诚金点钱啦 给你25000港币也许是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值得观察 就是说现在香港街头的气氛 比一个星期以前是有所缓和的 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情况我认为相对而言 不管怎么样 整个过去两个月的香港的状况 造成了一个局势 这个局势就是在台湾 讨厌共产党是成为最大党 这个讨厌共产党 而因此而造成的讨厌国语党 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 而且越来越强 那国语党的民调 韩国语讨厌他的人 占了65%左右 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人 是讨厌韩国语的 大家已经把韩国语和旺中党 跟共产党画的等号 而这个标签是全国认证的 那么这个问题 你是韩国语摆脱不了的一个 一个包袱 一个标签一个包袱 虽然韩国语的民调逐步的 逐渐的一直下滑 对 即使香港问题状况可以和平落幕 我自己认为是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所有香港人提出的五大诉求 中共一点回应也没有到目前为止 而且呢 这个实际上他们逮捕了七百多人 检方香港的警方和检察当局 怎么处理这七百多人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呢 所以有可能这个局势还会进一步突然之间恶化 这个我们还拭目以待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这个国语党受到香港状况的沉重打击 这是毫无疑问的情况 而且佩芬姐姐 国语本人还有自己的政治包袱啊 其实没错 国语党外在当然受中共的那个反送中那个打击 可是我觉得他内在的问题更严重 比如说我刚刚讲乱成一团 但是你知道国证顾问团说分二十组 一百零八人 那韩国瑜说还有另外一百人不愿意出名的 你知道不管这个有两百多人一百多人 但是这些东西盖不过他的失德的问题 他的失德跟行为还未来还不断的会继续发烧 而且如果这一百多人每天拼命做国证 他每天睡到阿波起来 才去上班 还是拜日跟拜国都没认真上班 这百多人变得要死也没效了 高雄人现在很不爽 尤其一大午只要高雄淹水 高雄马路有坑 然后就问市长在哪里 市长怎么处理淹水 市长怎么处理这些坑 他真正问题还不是那个 你知道你什么国防外交政策 他根本看不懂啊 是不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现在就变成是 大就是美 我就搞一百零八个人 但是不要忘掉这一百零八个人 就是创下他们讲的 当年马英九的这个团队 六三三团队 那些团队我在当年 当年我就批评过 他们是一群蛋头学者 知识精英 可是他们真的是知识傲慢 加上权力傲慢 因为每个都做了部长 所以这些人完全不接地气 这么多年来 政党你知道政权丢掉了 你认为他们有检讨有改进吗 没有 你知道他一向就用共产党那一套 什么抓进 抓出去拉出去打进来之类的 然后这阶级斗争一抓就零 像这种东西 他能不能把那个转换成这个 但是他在北大进修了八九年嘛 对 而且他那一个进修班 这个激进党曾经追踪 有相当多中共高官 那确实是中共培养高官的干部班 其中一个指标人物叫孟宏伟 那孟宏伟现在被双规了 孟宏伟是周永康的手下 该天我们讲讲他的故事 给观众朋友听 总而言之 他那个韩国瑜同期的 专修的北大同学里头 确实有相当多的中共的高官 可是韩国瑜因为念 重大东亚索 因为又念北大这种高官的专修班 所以韩国瑜很多政治语言 政治战略 政治回应 非常共产党 所以才能跟蔡衍明一拍即合 因为其实刚刚讲蔡衍明 蔡衍明当初挺柯文哲的原因 你记不记得三年前 也是跟柯文哲说 他以前熟读毛泽东故事 历史研究共产党有关系 还不只那个之外 加上那个时候 柯文哲的声势非常强 所以蔡衍明把他投注在他身上 认为他是未来的总统候选 曾经有这样的传闻 柯文哲未来会登大位 只是后来完全情势改变 可是民进党当时跟柯文哲闹不爽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路线 跟亲近蔡衍明 就是说表面上有一批人 打了这个器官捐赠的议题 那个是表面上的其他成员 可是民进党党中央 其实也没有人器官被拿掉 我现在就是问是 就是说打那个议题 并没有打到政治工坊上得分 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我本人对于蔡英文 你有很多内政我本人也不是全认同的 但是蔡英文你要说他完全没政绩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打的那个等于打他自己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也会帮自己这个解嘲 侯友宜根本不要去帮他成立那个 侯友宜认为大体比国语重要 他的说法是很多县市导都是新手上路 而且压力大小不一样 他大概认为那个侯友宜是新手上路 其实他自己才是真的新手上路 所以这个人根本没有大 所以侯友宜可能反而是最熟悉市政的新任市长 主要原因是他当了几年的副市长 你知道吗 他的支持度跟信赖度是74% 他哪里会甩你 所以侯友宜搞不好很有可能是 未来共党新的政治明星 好 其实在韩国瑜没有串起来之前 就有名嘴在那个脸书上写 韩国瑜不是 侯友宜是当初国民党最强的政治明星 而且是领头羊 你知道我讲个笑话好了 有可能啊 因为新北市也是直辖市大市 然后我还前天吧 我还问他的兄弟说 你兄弟很有杠子 竟然不要接那个主委 你知道他的兄弟回什么 他说反正他也不会当选 接不接有什么关系 好 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哈喽 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